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8岁演戏,12岁走红,20岁被嘲讽整容,这样的杨子不容易 提起杨子,我们就不免加儿女儿女那个胖,古灵精怪的 他把下雪这个角色刻画的入目三分,直至很多年,大家只是 5岁开始在圈混8岁,就开始出演小角色12岁,因为儿女一炮而红 一路披荆斩棘,红到现在 子,不容易 的努力,向我们证明不止是 海小姐说 灵妖神秘的爸妈是她的人生导师 杨子的爸爸只是一个普通的所以她的非常一般的 但是她的爸爸对她只是一个一般的 但是她的爸爸对她演员式的 这帮助杨子建立了朝着梦想坚定前行的自信心 杨子5岁时,恰好还珠热波子一下就迷上了剧中演员们 句号 去少年公报特长,她就下意识地选了表演,为以后良好的 8岁时,她饰演了的小110岁时,她又展露头角 112,就已经提名了电影同牛奖优秀儿童虽然这一旦 其中 因为轻信别人,在没看清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就与签订了 协议,后来,杨 吃一欠肠,后来吃一欠制,后来 的看到照片中杨子的妈妈温婉大气,和蔼可亲,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美女一个 妈妈年轻时也非常喜欢看各种影视剧,小时候就帮着杨子揣摩人物的内心 而今的杨子能把每一个人物的内心拿捏到位,也是跟杨妈妈的培养分不开的 在一次采访中,杨子表示,别人对她怎么样,她无所谓,但是不能伤害的她的家人 可见,杨子对爸爸妈妈的感情也是特别深厚的 02演绎空白气往事 自家有儿女之后,杨子很长时间都没戏可拍,她成了一个落寞的童星 高中后的那段时间,年龄和和身材,她的戏路更窄,几乎没人找她和身材的戏路更窄几乎没人找她 但是她热爱这个职业,一直都不想放弃 这种状态一直到大学三年级,杨子四处逝戏,即使是跑龙套,即使工作人员把她当成小工使欢,她也坚持每天去剧场 在剧场她不仅要和群演吃到一起,住到一起,还要经历一些新人的 她们背地笑话虽然是童星出身,可是是和我们一样吗?脸皮真厚,还能 可是她依然坚持自我,认真揣摩每一个角色,不放过任何上镜的机会 有一次,为了拍好一个小动作,她在雪地里来回打滚了很多次,她都咬牙坚持了下来 更有甚者,让她在冰凉的雨里淋了三四个小时,这一幕,正好看到,妈妈,不禁两人 不禁一个角色,揣摩人物,体验人物生活,下了一番大功夫 但是当她和她的妈妈都把所需用品搬到剧组,准备拍戏时 却被导演临时通知,换了角色了,让他们收拾东西赶紧离开 当时的那一幕,直到很多年,杨子提起来都不禁 但是命运执着追求梦想的 03欢乐送邱莹莹实力圈粉 终于她遇到了邱莹莹这个角色起初导演给她,让让可是后来被人选了 她有些沮丧,她并不想演一个傻白甜的人物 但是一想,别人都不想 的角色,如果她能演好了了 她认真揣摩人物特点,为了符合人物特点,她还为这个角色努力增肥 一个动作,很多变,吃掉蛋糕 变蛋糕 句号,将小蚯蚓这个角色,活灵活现地呈现到了大众面前 她智商智商低,脑,粗神经演绎的恰到好处大众 从微博中对她了黑,微博各种了全民兽手思 到大众慢慢地接受了这个人物,杨子用自己的实力,圈住了大众喜爱心 也是也是中的出演,让我们杨他已出演 让,他已不再同心而是一名有着高超演技的明星 04不断挑战新的角色 她在《欢乐颂》中的转型,仍然有一部分会演会演还能演会演 还能形象细路很窄 但是她在《香蜜沉沉浸》中出演的《花神秘密》,可爱不知何为的《小花神》又一次让原来,扬言好古装剧 特别是在这部剧中杨子的哭戏,更是成为教科书直接人心 人心的亲爱的,热爱演技爆棚人心亲爱的演技爆棚 不过,也因为这部剧,她无数次被推上了热搜,起初是各种夸赞,随后又因为地图事件被骂 一件接一件的意外,并没有撼动杨子在粉丝心中地位,因为她的演技撼动的 和张艺山参加的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共同参加快乐大本营 网上有很多人说你整容啥的,你有啥想要回应的呢? 尴尬了许多,能看出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幸亏一山回答这个问题 幸亏一山本来她也不,曾经肉嘟嘟的就长得美观,如今瘦了那肯定是更美观了啦 对自己的不满意,到现在杨子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到现在自己是 一个家有儿女之后,宋丹丹就评价说她长得不够漂亮,不适合在娱乐 我们看到,已经一路成长,观众见证了她多数的成长时刻 到20岁左右,整容的留言就陆陆续续传续传出来 虽然她自己在整容的留言就陆陆续续传续传 虽然她自己在微博发表反驳,不过还是看看她值对比照 2004加油儿女 中的杨威胖,脸型 有稍宽,杨子一度非常的不自信,总担心自己的演技,然后可能随时美当 看到重要人员一起时候重要想,会不会是在讨论要替换掉自己 恰恰是因为被替换掉,用心的确实被她,确实小姐姐,以至于第三部的下雪根本没有被人记住 2014年战长沙 中的杨子脸型稍圆,没有那么圆润,脸型稍圆润,是稍宽的 战长沙让杨子获得了最佳新人奖,这部剧拍摄的时候非常苦跨度很大 成熟的少女抗战剧中既演绎得很动人 2016欢乐颂 中的杨子,感觉有些不一样世事圆脸,鼻梁小巧突出 饰演邱莹莹时,导演说这个角色要胖一些,杨子就不停地胖到110加 杨子的脸开始变得圆圆的 110加,杨子的脸开始变得圆圆的 不影响杨子直,他依然非常的可爱,而且这时候的杨子开始试着自己给角色一些小动作 香!尖下巴,性感的薄嘴唇,但是脸部表情有些僵硬 这时期的杨太挺,不过和他饰演冰雪美人陆雪奇没有什么冲突 太挺,不过和饰演的冰雪美人陆雪奇没有什么冲突,依然有步 因为杨子接演这一角色,网上一度一片谩骂之声,认为不配饰演这个美人,他的颜值和陆雪奇不搭 但是,当电视剧一片之后,不配饰演这个美人他他的颜和陆雪奇不搭 当播出之后,却用自己的合演技,使劲打了他们的脸,为了将打戏拍得好看,试伤,给了大众一个完美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